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梁三平教授到我们这里做一个讲座 他的题目是借电影经济创业讲虫动影对动 梁教授是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获得者 他曾经来过我们中大好几次 做过广义等论方面的专辑讲座 这一次也是南巡到我们广州做一次行为演讲 分别要到我们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大学 还有我们中大的中海校期做系列讲座 这是他在中大的第一个报告 他在星期五在数学系那边还有一个报告 欢迎大家都去同堂 有请梁教授 今天 喂 这能看 能听见吗 今天的时间很紧 所以我直接就讲主题了 一年多前美国大片《星期穿越》在中国各地放映区后引起了很大的轰盟 因为它里面涉及很多广义相对论 有很多问题大家很感兴趣 但是又拒绝甚少 所以各地分专程邀请专家去做一些专题的合广讲座 那我也是被邀请了 那么后来就费了很大的力气 做了这么一个大家都人比较好的这个PPT 我已经讲过十几次了 那么现在 因为在台湾上也讲过 我们再讲一次 虽然现在电影早就下架了 但是呢 因为我是借他 关键是讲 重动 抑黑动 等等 这个《广义相对论》的一些非常有趣的 有特色的 奇妙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内容呢 它是照样不过时的 当然这里呢 我们首先手机已经是相对论 所以我就简单提一下 阿里斯坦在1905年创立了《狭义相对论》 它是用引力可以忽略的情况 有了引力那就不能用《狭义相对论》 然后15年呢就创立了《广义相对论》 那么引力很强的时候呢 就 只要有引力 原则上下一相对论就不能用 但是如果有引力 但是引力不强呢 你可以用大家熟悉的 这个《狭义相对论》 这个《狭义相对论》 可是当引力很强的时候 特别是到了黑洋的附近 那么这个《狭义相对论》 叫做《狭义相对论》 《狭义相对论》 因为当然是要想学好相对论 最好能把我的微分极高益 《狭义相对论》那三个律书 上中下车都学了 那是更好 但是很多人都说太难了 那么有人就说 《狭义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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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一定要用几何语言来写 《狭义相对论》 我以后来说 那么这样呢 我确实动了很多脑子 就写了一本了 这个《狭义相对论》 《狭义相对论》 浅得多了 但是仍然能做 用几何语言来论 当然是一分钱一分货 你花了这一分钱 你都买到一定要货 但是你要真详实得好 《狭义相对论》 那边还有一分那三分数 这个我跳过去了 没有时间讲 我谈一下就是 《狭义相对论》中的中卖效应 因为这个在电影里 有两个问题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狭义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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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所有人的《狭义相对论》 都知道 就是说 比如 我们在底面 有一类火车高速开过 那么 我们手里的钟 我们自己看了手里的钟 再看列车上的人的钟 会觉得他的钟较慢 但是 车上的人 觉得我们人 戴着钟 是这样高速飞过 他们就说 我们的钟比他的慢 这个是相对的 就是你觉得我慢 我觉得你慢 你也觉得我慢 效应是相对的 你不许会 到底哪个钟慢 这个问题 从根本来说 就提错了 没时间讲 第二 第二 就是广义相对论 有个银力场的钟慢效应 那么 这个效应是绝对的 就是如果有银力场 那么放两个钟 一个钟在银力场比较强的地方 一个在比较弱的地方 那么两个钟比较 一定是银力场强的那个钟 叫慢 这个没有说 谁看谁的问题 反正 他一定叫慢 那么 讲到这儿 不是 就等于提到了一些相对论的事了吗 那么我要说的就是 我们搞相对论的人呢 你拿我自己说 曾经来布置一次 就是有人呢 像我说了 他们都有相对论的感觉 或者叫评价 两点 第一 相对论 厚难学 厚就是喊 厚难学 第二 叫做相对论 厚没用 那么 让我发问评价的话 我说 第一个厚难学 一定程度上 都是有道理的 因为啊 这根本是一个时空观的改造 那么我们要从 弄一个老 老的那个时空观的花儿 去理解相对论 那是不行的 要改造一番中间的转变 有它一定的难度 但是我要更强调的就是 这个相对论的难 有很多呢 是人为造成的难 就是说 有很多的书 很多的书 还有呢 很多的课 就是 这个作者啊 讲人啊 他 对很多问题 理解得不透 特别是呢 独独的用啊 集合语言 去把握 那么 就 本来的不难的事情 他这么一讲呢 就觉得很难了 就是很不应该的 那么 那么 我觉得呢 如果 甚至企合语言的那条路子来走 啊 就 它是清晰透底的 啊 那个不会有 那个 哎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那样 那个唐文 来的唐文去 永远唐文不清楚的 这个情面 就不会出现 这个五个人呢 最先写的时候 因为它裸面 当然也是根据那些老的讲法 就是非集合语言 那就觉得问题多急了 多急了 啊 这个后来我 有了机会 能到这个 那是八二零年的时候 我有机会 能够到 智尔各大学 去当访问学者 啊 跟的就是 相当的那个 林家沃教授 因为 于是我就写了 这个 用了这个 这次去写了 差不多两张句 的问题啊 啊 大量的问题 那么带到哪去 可是后来呢 发现他们 啊 一去就发现 他们讨论的 三连纳中的 一般可以讲 言笔称极何 啊 一开始我 我突然的这个思想准备啊 国内看的书 接触的人 国内有很多的所谓 很大的专家 从来没有很多人知道 哦 讲这个真正搞不 这个 夏日导广的相对论 这个 最重要的 很努力的武器 就是 维封集合 这个工具 国内 国内那时候 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 那么 哎 我现在看见就这样 那我觉得 那我赶紧学到美业的 中文学期 那么 硬着头皮呢 愣是八十八 到两年内 八十八 就大红了 慢慢去开课 回来就开课 回来就开课 开到九五年开始就学书 那么 那么 我应该强调的说 就是 这一套 用集合语言 考虑 相对论 这个 不仅仅是 芝加哥大学的一些教授 那个全世界最强的人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 英国 餐厅物理学家 西藏号 西藏号 等等 出现了 没有 不是用集合语言 没有 不是精通微酸集合的 所以说 这个 必须 可以做 这个 那么 还是 限于世界 我不能做这样 嗯 那么 这是第一个 所谓 后难走 我的评价 并不是 真的 弄不难动 你要走 多远路 是 不难动弹 那么 第二个 评价 叫做 后没用 哎呀 这个问题过去的 我也觉得是 下一箱子 它是必须高速的时候 非用不可 那就是 也就是高能力子的人 因为高能 就 往往一直就高速 那个 非用下一箱子 但是 你在日常生活里 还用下一箱子 没听说话 廣一箱子 那就更悬了 啊 所以过去的 我也只能说 是 它是 在日常生活中 是没用的 但是 现在变了 情况全变了 不知道大家 知道 不知道这个情况 可以说 现在 相对论 已经 或者叫做 早已 进入了 Everybody's Everyday life 信不信呢 我们 每天 开车 坐车 或者坐飞机 干很多事 离不开那 GPS导航仪吧 有人说 当然了 这还能够相当地有怪 它就能够 非 非用它不可 简单 我简单介绍一下 GPS 就是 天下 转着 二十四个卫星 它的分布合理 使得地面上 几乎任何一个地方 头上 都至少能看到 四个卫星 这些卫星呢 就像地球呢 花过来 一个 时间的这个信息 那么 进入到 你的那个 GPS导航仪 它就是 小简单 把那四个卫星的信息 放下来 花一算 就能算出 你现在 准确的 空间的作标 X Y Z 还有呢 现在的标题的时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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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GPS 然后行为 好像没有相当的呢 问题来转 你看看啊 这个卫星的钟 它不是发来 时间系统吗 我们地球收吗 卫星的钟呢 卫星那么转 你地球上的那个气色 假如你就停在地球上 第一 地球永远自转 那么永远很低的速度 比起卫星来说 卫星的速度 要大啊 那么 根据 小小小的论 洞中编慢效应 卫星中速度较大 所以每天满 七微秒 微就是百万分之一 看来很小 但是 即少成果 那么 翻过来呢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 汽车的钟 受地球的引力较强 啊 汽车就在地面上呢 可是卫星里的地面 有一点啊 那么 所以 汽车中呢 啊 在处于引力上 较强的地方呢 它有比较慢 哎 你看两者是有抵消的 就是这样的啊 啊 那么 但是 那个数不一样 它每天满四十五微秒啊 那么两者 抵消一部分 剩下 每天的误差呢 是三十八微秒 三十八微秒好像是很小啊 百分之一秒嘛 十微秒 但是 这个 第一 你要成像光速的呢 就变成空间坐标的误差 每天啊 每天啊 每天就一样 就是十一点四公里 而这个效应呢 是个精灵效应 第二天又加十一公里 第三天再加 那你这个过上一个月 那不如 啊 不差十万八千里 那你是GPS的根本问题 就达不到全错了 全落 那么后来GPS的人呢 才知道 在这个相对论专家的这个 呃 指点下 才知道 哦 我们这个问题 我也呢 就确定办 那就要做行政 就让那个 卫星的中文发信号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样一个问题呢 这个做了这个行政 发来的时间信号 是带着行政的 所以现在才这么准确啊 那么这是啊 啊 要提到的相对论专家 嗯 那么下面呢 啊 我们来说说这个 本片 有个后台客户的顾问 叫Kate Zoran 这个人是 国际管 国际管 国际管理想论的大力顾问 最近大家都知道 这个 这个 又这个探测出引力波了 引力波的三个人 始终零者之一 也是他 无特留的一个人 那么他们能够把握这个 整个这个电影的那个科学性 啊 五个中国 嗯 下面 我也讲这个电影的 能力 我们需要 简单 复习一下天文学的知识 所以 地球 是属于太阳系 就是 银河系 太阳系呢 是属于银河系 银河系 就是星系之一了 是一千颗恒星的 那么银河系呢 大致长这么个样子 它的直径 它的中心厚度 啊 啊 这个 重要的是让你注意到 这个银河系 把你身的那个大小吧 就是 成千上万光年 这个要记住 要在路 啊 那么好了 这个 太阳系 在银河系的 大约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银河系呢 它又属于整个宇宙 宇宙中有无数个星系 银河系 只是其一 啊 这就复习完了 下面就应该开始 那个 这样就变得很深了 嗯 那请大家 看过星系创业的 听众 请大家举一下手 哦 还是 多数看过啊 请换一下 那个 嗯 是这样的 看过没看过 都可以听 那么看过呢 能听起来会更好 没看过呢 没关系 照样能听我 而且呢 很多人 根据以前的经验 他就讲完以后不看 你现在上网看 你还能看到 那么 嗯 我先讲吧 不管看过 没看过 我还需要呢 先 简介一下故事的梗干 然后啊 在中间呢 故事实际的 就插入了 这个 这个 一些个 科普的 那个 那么 电影呢 描述 一开始描述的经验是 去 呃 从现在熟起 大约六十年后的 那个 呃 地球 那么 那个六十年后的地球 一开始 人们已经发现了 这个地球啊 越来越不适合于人居 像这个小麦啊 这个 呃 呃 很多的这个 这个农作物吧 都是 呃 呃 他觉得这个小麦 清潔了 呃 呃 很多农作物啊 都得了这个 这个 酷尿病 先后死亡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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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在说六十年后 呃 也就是电影开始的时候呢 呃 呃 NASA 因为烧钱太多 那时候 经济紧战 所以呢 被迫 停业 那么 他呢 一件事干了 就当公司呢 终于一位文生 那么 他呢 有个女儿 叫做 就以为莫菲 以后 我们就说中文 可能大家 习惯一点 就是叫莫菲 啊 这个莫菲呢 也是 一个女主角 他呢 是 电影开始的时候 刚十岁 这个 呃 呃 从小出目零力 而且呢 熟悉摩斯电话 所谓摩斯电话 就是 那个 从电报以来 一开始发明的电话 像你们看一些电影啊 特务啊 那个 点杠杠杠杠 点杠杠 之类的 那些摩斯电话 他很熟悉 而且呢 他十岁那天 在卧室里边 就经历了三次的重力一场 第一次 就是 有一天晚上 他就在上朝 上朝前 对着镜头 突然 他父亲送给他的 登月餐 模型 啊 从 书架上呢 莫名其妙地 掉到地上 摔上两块 第二天 早餐的时候 他就拿着 这张花 这个模型呢 就到了餐厅 啊 就是这样 啊 摔上这么两块 那么 呃 呃 当时 这个外公就说 这是幽灵的作用 但是 父亲就说 哪有什么幽灵 我们应该想起科学 当然看过电影 都应该知道 其实 这个所谓的幽灵 正是 他父亲 自己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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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讲 那么第二个 这个重力 异常呢 就是 有一天父女儿啊 昨晚的楼家 刚走到楼底下 楼一口 就听到奥楼啪啪的 响声 赶紧上楼 还到 女儿的卧室 就看见呢 地上呢 有很多的 这个硬皮书 从书架内定到地上的 这个特性呢 是这样的 那么 女儿又说了 一定是幽灵啊 用摩斯电话 给我发来的信息 呃 我赶紧记录下来 啊 那么父亲 还是说 跟你们有理 啊 于是 走到了 第三次 第三次呢 是有一天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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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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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上女儿的卧室啊 啊 父母呢 啊 父母呢 赶紧上女儿的卧室啊 啊 那么 女儿又说了 还是有灵 呃 呃 用摩斯电话给我们信息 但是 父亲说 呃 呃 呃 最重要的一种数学啊 就是 呃 他只有两个数 一个零一个一 然后呢 一配合啊 我们讲什么数字 练路什么等等 都是这个问题 那么 那个 库克尔 他就说 这个鼓起来的呢 代表一 凹下去代表 零 这就是一 又是零等等 那么 他就 根据这边 他竟然就破译了 破译出的结果呢 发现呢 是给了他一组坐标 他马上开车 就到坐标的 指定的地点 竟然就被带进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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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來說 超空間是慢也沒有的 我們的地球當然是宇宙空間 小小的一個藍色星球 你看 平常我們畫地球 我們畫一個藍色的一彎 但現在畫成桃圓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最張桃圓是壓縮掉一圍的 這個球的話 壓縮成圓面了 便說 其實宇宙中是有可以適合人居的星球 但是它所在的星系離地球太遠了 這個叫遙遠星系 離地球多遠呢 一百億個年 那你怎麼飛過去呢 但是 假如有一個蟲洞 這個白色的 像現出樣子的那個東西 叫蟲洞 這個蟲洞呢 它有兩個進出口 這個口 就是這個桃圓帶的這個口 是靠近遙遠星系的 而下面這個口呢 是靠近土星 也就是靠近地球的 那麼 如果有這個蟲洞 那麼從地球做個飛船圓 我們不然可以穿過蟲洞呢 到達一岸 就可以啊 就請來移居了 那麼 但是 真的有這個蟲洞嗎 那麼 那些物理學家就跟蟲洞說 說呀 事實上 四十八年前 我們真的發現蟲洞附近呢 有強烈的重力異常 那麼後來探測就發現蟲洞附近真有一個很大的蟲洞的洞口 那麼 就以為這有可能呢 穿過蟲洞啊 到達一岸 蟲洞就覺得很奇怪 這麼大的蟲洞 那 絕對不可能是人造的吧 那是怎麼來的呢 四十八年前怎麼 話也怎麼出來了呢 那些物理學家呢 有一點異而不宣 簡單的就說 他不問誰造的 他就說一個字 就是賊 就一個賊 那麼到底這個賊代表什麼呢 這個 庫格提供自己去悟去 後來 從物理學家的說話自己旁間呢 他悟出來了 這個 所謂賊 其實呢 就是在這個 超 就是所謂 罵也沒有的超空間呢 現在說出來的東西呢 有一種呢 超自然的生命情義 它們的總體 就叫等賊 看起來 等賊代表是非常友好的 所以呢 要故意構造成一個蟲洞 然後呢 幫了地形人呢 地形人呢 拯救地形人類 挺好 那麼這個 professor 接著就跟這個 庫格提供說了 穿過程度到了河漢 那麼 後來 他們呢 竟然就有這麼三個董事 分別到了三個星球 就發來了信息 所以 表明啊 說 我所在的那個星球 是有可能適合人居的 你們派人來接應吧 那麼 所以啊 還有說了 現在就該派一個接應組去接應了 這個接應組呢 首先當然得有幾個物理學家 但是更重要的 必須得有一個技術最高超的宇航語團 那麼對著庫格說了 那就非你博士了 而且還加了一句話 就是 they chose you 那個 they 專門就是你 因為你是最優秀的宇航語團 那麼這個庫格也看到非常光臨 臨危受命 那麼就接受了約束 但是一回到家呢 女兒就不幹了 守得父親 這女兒呢 就把自己啊 關在卧室裡頭 先是失聲痛苦 後來又想起呢 當初那個書本掉地上 她不是做了紀錄嗎 她認為是摸死 變馬了 所以她就 結果 在卧室裡就破譯 結果竟然讓她破譯出來 在這紀錄本裡啊 她就破譯出眾了 四個字母 成一個字母 成一個字母就是stay 那個她就覺得 她那個時候父親也回來 去進屋 進屋呢 她當然就哭 一邊哭一邊就說 父親不能坐 因為那個 這個幽靈啊 已經發來信息 讓你stay 讓你留下 不能走 但是她父親呢 是不信這一套 所以呢 你的間接要走 女兒就問 那你死刑一走 何時回來 那個父親說 據說人到了宇宙 那個都變得年輕 然後我回來的時候 也許跟你同年齡了 那麼我現在呢 手裡有兩塊手錶 我送給你一塊 也保存好 你什麼時候想我的時候 你就看看手錶吧 當然這手錶過來呢 是極其重要的一個線索 那麼 於是就告別了自己的家 啊 就這個 異形人呢 啊 就 出發了 那麼你接引所的成員呢 第一個 當然就是 Coper 第二個就是 教授知名 就是物理學家 物理學博士 Evner 和民主角 第三個 是 白人是 大胡的 物理學家 叫 Doyle 帥哥 第四個 第四個呢 是黑人物理學 叫做Robery 那個 真人就是四個 還有 我也進行特殊任務 還有兩個機器人 一個叫Tars 一個叫Tars 一個叫Case 那這個叫Case 然後呢 然後呢 這一股 很多人說完呢 就一行六人 連兩個機器人 但是呢 它的運載工具 我們要介紹一下 運載工具分成兩大委 第一大委 就是一個 就是空間站 它成為 endurance 就是弄得很好 這個空間站呢 它是這樣的 周圍有十二個艙室 中間呢 是這個 中央控制室 那麼 這個控制室 可以讓這十二個艙室呢 去轉 這個轉到目的 大家猜一猜 能猜出來嗎 就是為了獲得 原造的引力 這個不管大家 是個學物 我可以簡單讓你們 大家就能懂 那就是 一個奇數 如果在這個 運速行使過程中 忽然擊殺的時候 那麼這個人呢 他就會受到一個 向前的慣性力 往前倒 這個往前倒 就是一個慣性 受到這個引力 的慣性力 那麼大家記住一條 就是 現在汽車 雖然往前開 但是它急殺車啊 那麼所以呢 它的加速度的方向 是向後的 那麼 人手的慣性力向前 你記住一條 萬性力跟呢 這個容器的那個加速度 一定是方向相反的 那麼 下面我們就看了 這個十二個艙室 挑出一個 就是那紫色的那一個 整個有十二個艙室 挑出一個 那麼這十二個艙室 其實不是做這樣的 圓舟運動呢 做圓舟運動呢 做圓舟運動呢 就受到一個 會有一個 向心的加速度 這個加速度 跟這個火化 都相有的 那麼於是呢 這個艙室 裡的人 就像這個人一樣 應該受到一種 跟加速度 方向相反的 這個慣性力了 那麼由於現在 具體有個圓舟 有個挺圓心的問題 那麼這個方向正好是離開圓心的 所以 外星力之外 又加一個 零星來做 就是說呢 這個艙室 只要這個艙室一轉 它就會把它收到 它把這個地面 它就會收到 一個踩在地面上的力 只要轉速合適 它會覺得呢 這個就跟地面上的重力 一樣 很舒服的 那麼 這是 這是剛才介紹的 是第一類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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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 啊 宇航工具 這個 有一個啊 但是第二類的 宇航工具呢 就是 就有兩個子類 啊 它都叫飛船 就比那個 剛才說的空間站 小很多很多 很流變的東西 那麼一個叫徘徊叫飛船 有兩個說 還有一個 叫別的飛船 我就不再說了 一共有四艘飛船 那個伏視圖是這樣的 啊 測視圖是這樣的 啊 那麼 它們的分工 它跟那個空間站的分工 那就是呢 是 空間站 早就 在那個 壁球的上空啊 停留在那兒了 然後呢 既然 這個 浮天 啊 這個飛船就收到空間站的頂部 中央空置室的頂部就收好了 這是這樣的情況 那麼現在呢 我們又得翻過來 把剛才的故事繼續講完 剛才我只介紹了教授說 這個拯救人類工程的第一個困難 通過蟲動有關克服 還有第二大難題 那就是這麼大的空間站 要把那麼多地球人 都大於地球彈劾龍野 那你像你這麼一個帶了 任何人 十幾個人 那個問題不到 那麼多的人都要掙脫地球的引力 那個時候很困難 因為有高招 那麼這就涉及引力的理論 那麼這個professor呢 他是很懂得廣義相對論這個引力 但是呢 算來算去覺得不夠用 沒法解決把人帶離地球的問題 那麼人們都知道 要光是廣義相對論是不夠的 還是要跟一個量子理論呢 相結合 量子理論是另外一個方向的合流 那麼需要廣義相對論跟量子理論 結合起來 那麼從professor那角度說 從電源那角度說呢 就體現為了 這個professor呢 非常需要一組啊 量子的數據 有了它就可以 破一那個引力 就能把人呢 很多人呢 擺離地球 但是 偏偏這一組量子數據呢 是埋在一個黑洞的裡面 那麼 那麼 人呢 這個professor一直無法好評 所以算了把這些都成功 那麼 既然說我們還在黑洞裡 現在是不是黑洞呢 我們又對黑洞呢 做一個科普介紹 當然呢 這個現場時間 這個介紹是很精簡的 但是也夠用了 首先呢 這個黑洞呢 原初呢 它也是一個 核心 這個核心呢 它就是那麼一個 氣筒環了 裡面我們 取那麼一個薄層 裡面又取那麼一小黃塊 那麼這個小黃塊呢 它就會收到整個氣管 對它的萬有引力 所以氣團是情對稱的 就不難相信小黃塊 受到的那個力呢 引力呢 也是 也就是能取向情形的 那麼 因為這個力 是整個氣團 對自己的一部分 施加的引力 所以叫做自引力 那麽在這個自引力做一下 整個這個包藏 這個萬里收縮 層層層層層層層 那麽一直說到 什麽時候呢 就是說到這裏邊呢 有那麽一個 中心的這麼一個氣溫度足夠高 就產生了這個燒氫變害的核聚變反應 那麽這裏呢 才由於有核燃料 放出很多的核能量 就是呢 保持高溫 高溫呢 壓強呢 它是跟高溫呢 跟溫度成正變 溫度越高 壓強越大 那麽最後呢 這個壓強的足夠 終於夠大呢 就抗衡住這個自引力 那麽整個這個恒星 就永遠是這麽大 再也不收了 那麽 小的恒星 比如說我們的太陽 就是這樣 太陽中心 正在進行傷情變害的核聚變反應 那麽大的恒星呢 中間燒熱呢 袁德塞也是這個道理 那麽但是 這個核燃料 它總有用光的時候 中間我跳過很多曲 我出了個講 總有用光的時候 用光了以後呢 那麽自引力它 總是存在著 那麽沒有這個熱能 去維持高壓 那麽最後呢 它就在自己的靈魂下呢 整個這個大自然恒星呢 就不斷的收縮 而且這個叫做晚期 叫探索 這個收縮非常激烈 就是煩暖性的收縮 那麽 作為這個縮起來 越縮越小 又縮越小 又縮越小 能用任何事 可以反應 最後 竟然呢 就把這麽大的距離 都縮成一個幾何點 這個呢 太奇怪了 所以叫做奇點 這個奇點 這個奇點 這個讀音呢 我跟大家強行一下 那個應該讀成奇點 當然從奇點模式不同意的 永遠 奇數的奇 它那個形容詞是art art number 是奇數 但是奇點那個 那個 奇點這個名詞是simulality 那個形容詞呢 到這裏一句 是新的了 新的了 新的了 它自己的它是奇怪的 所以就是奇點了 因為這個奇點 因為這個奇點 溫度無限大 壓強 也無限大 物理學家 也是最不喜歡 無限大的 那麼 連呢 當年的 安斯坦 還有一些 大物理學家 都不希望奇點的成在 但是後來 1965年 到1970年 就有 那麼的 很強的 英國人 英國 兩個 以前的學家 一個就男生熟悉的 Steven Hawking 第二個呢 叫做Roger Perros Pers就一位 彭羅斯 那也是很強的 就它那兩個人呢 先是分別了 後是聯合的 就正贏了 病理 就是奇點病理 最終就說 只要滿足一些 不苛刻的條件 這個重心 他們說的 就會形成奇點 那麼 你想啊 它密度無限大 就把它周圍的 營利場呢 就騎牆 在這麼強的 營利場中 外面的任何力 都要對它 施油過去 掉進去 那麼 哪怕 連光子 也 有盡無處 有盡無處的界限呢 正好說 以它內心 某個 程度為半徑 存在這麼一個 球面 就成為有盡無處的 單向我 那麼 連光子 都一定要進去 但是呢 出來 那麼你想 結果如何呢 大家想想 大家之所以看見我 是因為我呢 是 燈光照在我身上 我身上會反射光子 經驗已經 就看見我 假如我就是這個怪物 所有光子把我叫來 我只吸收 我無法地說 那麼你們 看見我 就看不見我 就欺人以後 所以 離而出看見的東西呢 也是欺人以後的 所以 英文呢 就叫做 那些 英文叫 Platko 中文叫 黑洞 那兩 名字起得很好 意的也很好 因為這個 勇進不出的 單向國呢 它實際就成了 看不見的地區 就白的 和看不見的地區 黑的 中間的分界面 這個 也就是 視覺的界線 所以學名呢 叫做視界 那麼 黑洞有多的樣子 八個套養 一個就是 它中心有個奇點 第二呢 就是 它表面 一個 視界 變得 視界 就可以感成 黑洞的表面 那麼 奇點 是太奇怪 幾十年前 就不是 剛才說 到了七零年 就正出奇點 那個 我們能夠 一直研究奇點 到一個人 越嚴重越清楚 現在比當年 比我出國 學想論的時候 呢 就是多了 但是 你還沒有 完全沒有 很多 但是這個世界 那個道理極其簡單 而且非常好玩 也就是 連我從林學想論的 都可以講清 這個世界 上面有很多很巧妙的性質 所以 我們沒有時間講 總之呢 世界的特點是巧妙 奇人的特點是太奇 所以我們說 黑洞啊 有兩大特點 第一 存在奇點 奇得要命 第二 存在世界 妙不可言 簡單說 我就按說一兩句話 黑洞真奇妙 啊 不聽 不知道 但是 今天呢 我也只能講到這兒 我有一個專題叫 奇妙的黑洞 那個呢 是專門 反正我講的更新 我們今天給世界 那麼 其實呢 這種 這個 重虛 探索成 黑洞 只是黑洞的一種 上面我們介紹 黑洞其實是有兩種 第一個是 恒星級黑洞 就剛才說的 重虛 晚期探索的結果 它的質量 是太陽質量的三種 數十倍 都會在大洞 但是 還存在另外一種黑洞 叫做超大巨量黑洞 它的巨量 既然能達到太陽質量 要數十萬倍 以至於數十億倍 十個人 那麼這個呢 就不是恒星探索的 通常呢 每一個星系 它的中心呢 都有這麼一個 超大巨量黑洞 比如說我們銀河系 中心就有一個 已經來探索了 很清楚了 包括了質量多大等等 這個超大巨量黑洞 的形狀 大體來說就是 你一個星系 比如說 恒星 但是這個恒星 有時候呢 在自己的運動回答中 突然有那麼兩個 恒星呢 互相靠得比較近 所以相互之間呢 就有一點引力 就使得每一個呢 都偏離開人性的最大 只用一個呢 就會掉下黑洞中心 掉下星系的中心 另一個呢 就會往外面 那麼 總之有一些恒星 還要和物質 不斷落入這個中心 中心的巨量 要積越多 最後呢 就是所成為一個超大 質量黑洞 超大質量黑洞 還有一個特點 就往往它是神轉的 甚至轉的比較快 那麼這個呢 拜託都要用到 好了 講到這兒 我們又要回到這個故事本身了 剛才不是說 一行六人 就那個坐著這個空間站 就叫做永恒號 這個空間站 就從地球上去呢 出發 想飛向這個 重洞口 具體情況是這樣 這是地球 具體那個形成 它真的就是那個空間站呢 就是飛到土星附近 土星附近呢 就有重洞口 從地球飛到土星 就要經過將近兩年了 那麼這個我故事談 那麼我們要講的就是 現在我們把剛才畫著紅的一片 所謂遙遠星系 現在具體化 就是我們舉觀星界星系裡 那麼四個東西 第一呢 就是有三個有可能適合人居的行星 第一個 都會根據它的興趣來起面 我們起的中文人家好叫 第一個叫做巨浪星 第二個叫冰凍星 第三個叫愛之星 那麼除此之外呢 他在這個遙遠星系裡 竟然還有一個黑洞 而且電影說 那個professor 所缺乏的那個量子數據 正好就藏在這個黑洞的起點裡邊 就是不好拿到 於是呢 這個空間站就應該這樣穿越這個重洞 但是呢 我想借這個機會來幫助大家對重洞了解得更準確 因為這個問題 很多講這個事的人呢 他們對重洞不太了解 他們的那些講法呢 會有不少的誤導 所以呢 需要做一個澄清 澄清本身就是為了讓你對重洞 理解得更透 那麼第一 我們提倦一個問題 假定呢 在這個宇宙的 比如說這個地方 有那麼一個跳高運動員 跳起來 在樓梯 現在我問大家 那個運動員 他的那個運動的軌跡是怎麼樣的 那麼 大家的答案呢 那就是這麼一條呢 跳起來 就落地嘛 啊 對不對 啊 不對 你想一想啊 這個挑高運動員 竟然能跳到 這個超空間那去 那是除了那個內之外呢 罵也沒有 這個運動員 他怎麼可能往那去 錯了 為什麼 容易犯這個錯誤 有人說 那就不跳遠嘛 哪是跳高啊 我說啊 哎 你動腦筋想想 關鍵在哪兒 我剛才有個伏筆啊 我說啊 這個 呃 宇宙空間呢 我們會的話 不方便 論是壓縮掉的一圍 知道嗎 如果三圍 我們可以說啊 東西 南圍 上下 對吧 現在壓縮掉一圍 我們約好啊 被壓掉那個就是南圍 剩下的兩圍 你看這紙面不叫兩圍嗎 這紙面不叫兩圍 剩下的兩圍 我們約好啊 哎 哎 哎 怎麼錯了錯了 我可能是用錯了那個BPD 不過你不當 我拒一拒也行 我因為改過好多 我們更好的些人 你放到這兒 那沒關係吧 再換你 太麻煩了 我再說說 我們 我們這麼看 這個東西向呢 是這麼一個方向 可以理解嗎 南北向被壓縮沒了啊 你可以說這是 哎 這個劍頭能看見 對 這個方向 它不是南北向 南北向已經沒有表現出來了 那麼這個方向是什麼 上下的 上下 那你這個是下 這個是下 這個是下 它這麼一跳 就不跳高了嗎 它掉下來又落底了 對不對啊 啊 你問這意思嗎 關鍵就是 這張土天生呢 就壓縮掉了一個空間尾 所以我們看問題 想問題 一定要適應這一條 我估計來這麼一個 啊 帶陷阱的思考題 就讓你記住了 再想問題 下面就有啊 接著就說了 啊 這個 穿越這個 衝動 都說 這個 空間站啊 從地球 飛到土星 進蟲洞 有的人講啊 就說 蹭 這樣就穿蟲洞 怎麼過來 啊 蹭這麼穿 你穿哪去了 我 唉 費了時間 給你鎖得更白一點吧 我們把這個圖 我再壓縮掉一圍 只剩這麼一圍啊 哇 那就成這個圖了 啊 你兩個圖自己對一對 看懂 看懂 黑洞 這個黑洞 旁邊有個巨浪的星 也有個巨浪的星 啊 你要是從 壓縮掉這一圍 剩下這一圍 是不是就裝了一條線 倒轉 倒轉呢 這麼連過來 就那個線軸的內壁 這麼連過來 是不是就這個啊 看明白了吧 啊 對著 土星 對土星 弟兄 對弟兄 啊 這個圖就這個圖 再把這一圍壓縮之後 當結果 而那邊呢 那個是這樣啊 這麼呀 轉過來就是這樣 這個圖很有說服力 這個所謂蟲洞口 再轉是個圓中 再轉就剩這麼一個口 明白嗎 像你這個圖洞口 啊 好了 我把圖洞口 那麼我說剛才的意思 就覺得好像那個空間站呢 呃 這個 好像就是一隻倉鵲 你撐這麼飛過去 那麼 在這兒就說 撐這麼飛過去 是這樣嗎 那你坐在白的頂 四周呢 那你就是 你就是那個那個 這張空間裡的藏給出來 都是沒有的 錯了 正確的那個 軌跡 應該怎麼樣看這個 從底清 懂些 實質這樣啊 明白了嗎 他是貼著這個 這個線軸的內 那麼飛 不是在那個線軸的中空部分飛 懂了嗎 這個是很要緊的 不知道有多少人啊 包括那個專學廣義相對論的 學的挺好的學生啊 我拿這個圖文當 他都會打錯啊 那麼 現在 你的講就明白 這個嗎 那麼 那麼好了 具體到這兒 回到這個圖了 從地球上空 走到啊 繞過土星 從這個 蟲洞就是內壁啊 內壁怎麼穿過去 然後呢 到那邊 繞過黑洞 飛到巨岸 這個過程 我用一條綠線給你表示 現在看看啊 注意看 欸 欸 欸 這樣 再看一遍 啊 從地形出發 那個綠線 那就是空間站的軌跡啊 欸 從那爬過來 這樣 看到了嗎 這是真正的那個 飛法啊 那麼最後呢 飛到巨岸的上空 大陸他說 那麼我要趁這個機會呢 澄清對衝動的誤解啊 這就是第一條誤解 上去第二條誤解呢 就是 剛才我們都說 這個衝動啊 他就提供了兩點的 兩點的 之間的一條捷徑 是吧 啊 那一般人講 講這個 這個 經濟專業的時候 也就這麼講了 確實啊 就是捷徑 他 為什麼捷徑 他比這短多了 是吧 是 短多少 你想想 這條路比這條路短 我就算你啊 再誇大一點 這條路只是這條路的十分之一好不好 其實都不到 都沒短到十分之一 就算它短到十分之一 那麼從地球到這個地方 多遠記得嗎 剛才說的 多遠啊 一百億光 也就算十分之一 也還有十億光年啊 啊 那麼 那個 那六個人啊 那四個真人 他 他總共走十億光年 他不在家找死了 啊 他總得非常難 但是 電影告訴我們 電影沒說具體的數字 但是你可以出很多氣象看得出來 他從這到這 那個 都是 分中的事 就是 也可能一二十幾十分鐘 反正絕對不到一小時 他們 就那個 架著這個 攻堅架 就啊 啊 衝動的 讓了 讓過 黑洞 就到這了 啊 那麼 為什麼 這個 他真是捷徑 就那些人都不死呢 啊 道理 就是 我們必須得 懂得衝動 這個 我這本書 最末一章 第九章 專門就講 衝動 和 時間機器 那麼講的 是 比較細的啊 啊 國內還從來唯一本書 是講衝動的 我這講的 那麼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 這些人們在裡面 不死 因為他只走了幾十分鐘 為什麼 幾十分鐘就夠了 關鍵在於 衝動某個特性 啊 非常奇怪的特性 啊 就是 衝動內部啊 那個時間 和空間的尺度 跟 這個 外部 的 時空尺度 可以非常不一樣 你 愛讓它怎麼不一樣 它就能怎麼不一樣 那時候 你設計衝動的時候 要求的一個 一致數據 就是 那麼 所以呢 實際上 從這兒飛到這兒 比如說 一二十分鐘 就可以過去了 啊 但是呢 啊 嗯 嗯 之所以這麼多 就是因為它是衝動內部 它的時空 指動 就是 跟外部 非常不同的 啊 那麼 這是第二 那麼我們做科研 研究衝動的 那個時候我們為了 方便 我們還愛 這樣 就是 為了表現衝動 一個辦法 是把這張 黃紙面 握過來 這個衝動就這麼搭過來了 那個看著 捷徑呢 是很 很直觀的 是個捷徑 但是做科研 很多科研文章 那個 宇宙空間呢 就畫成一個平面 握過來 那麼 這個兩個是衝動口 那這個是衝動 那要按你剛才那個想法 那我從這個洞口到那個洞口 要走宇宙空間 反而比 經過衝動啊 還短了 那它是捷徑呢 反正不對 關鍵就是 不管哪個頭 衝動內部 它的時空指動 就是比外面 可以短很多很多 這個明白了 這是我要澄清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就是衝動口 我們現在看衝動口 是一個圓中 是吧 但是別忘了 我們 仍然是那句話 是 我們這個東西 是壓縮掉 一圍的掌握 那麼如果它補上那一圍 你那個衝動口 從一個圓中 它補上一圍 就好比 剛才講那個地球 本來是一個球 球面 地球表面是個球面 但是畫到這個黃色的 直面上呢 就這麼一個火圓 你現在這個衝動口 其實就跟地球表面一樣 所謂火圓其實就是一個 二圍的球面 明白嗎 那麼所以呢 電影裡呢 電影裡真的表現出來 你看 這個我是從電影裡的截圖 過來的 但是因為它背景很暗 這個看見清楚 大致一點 看見這是一個球面啊 這裡面還有些反觀 這個就是這個衝動口 真實情況 是個球面 上個那個也一樣 也是個球面 這個呢 我們也應該搞清楚 然後呢 這裡邊呢 這個要靠自己 放回想像力了 它是一個球面 我懷疑多久的球面 一個大球面 靠著一個小一點球面 一直往上開 到這最小 到這又變大 到這出一個比較大的球面 這個靠自己的想像力 我沒有時間洗掉 好 下面我們就可以回到故事來了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監影組成員呢 他們要登陸巨浪星 剛才都說了 有個巨浪星嘛 是最近的一顆星 所以他們呢 先登陸巨浪星 登陸巨浪星為了尋找 魅勒 魅勒就是 那個 到達巨浪星的勇士 是個女科學家 魅勒 他是個女的 那麼 那個 飛船裡不是有一個 艾米爾也是女的嗎 所以呢 特別急於的要找這個魅勒 那麼 他們是 他們是怎麼辦呢 那個 就是 先讓這個 空間站 永恆好 這個很大的空間站 就停在 這個 巨浪星的上空 而且盡量離開旁邊那個黑洞 盡量離開 然後呢 就 在裡面呢 挑三個人 我有四個 真人呢 那個 讓那個黑人 目的學家 留守 好 進去研究黑洞 其他三個人 帶著一個機器人 叫Case 一起呢 一起死人呢 上了這個 徘徊號 這個 飛船 在這個空間站 進了 飛船 飛船呢 就 離開空間站呢 就飛到呢 這個 巨浪星的上空 就發現呢 這個 這個星的表面 所謂地面呢 有一層 淺淺的水 然後這個 爬上船飛船呢 就 叫我 停在那 然後 一開這個 艙門呢 然後呢 最極的那個就是 艾美聯 他先下來 這叫艾美聯 然後呢 第二個下來的是 這個 機器人Case 第三個下來的是 白人大紅的 尾石 叫Joyle 那麼 這個是那個艾美聯 的背影 這個艾美聯 呢 他 他 竟然在石裏呢 就發現呢 魅聯的有些 形狀 形狀 那麼 他就想找這個 魅聯這個 這個活人 那麼 他覺得呢 附近沒有 就要往遠處去 啊 那個 往遠處 說是 走得相當遠 忽然呢 就發現呢 實際是 有1.2公里高的巨浪了 啊 整個撲來 啊 但是 1.2公里高的巨浪出來了 可是 那個 魅聯 不是魅聯 就是 艾美聯 他不是已經離開 這個很遠了嗎 嗯 說是 走了很遠以後 他以為那是大山 他說 可能魅聯 就在大山底下 我趕緊去找他 那麼 就已經離開 這個飛船 比較遠了 那麼 嗯 那個 那個 庫克爾 他以為是把那個 開飛船的 他收拾完以後 他是最後一個出來 一出這個艙門 他就發現 不好了 那個是 啊 那個不是大山 而是巨浪啊 馬上把你淹過了 就趕緊喊啊 就是讓 嗯 嗯 你趕緊回來 那個 艾美聯他在電視裡就說了一句 就是 完了 我回不來了 因為這麼久呢 這個設施走得很慢 啊 那個馬上這個 居然就不來了 就在這個時候 這個 帥哥武力學家 左右 他呢 臨機一動 他就命令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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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機器人CASE 他說 CASE GO GETTER 就是趕緊去 接領他 那麼 這個 機器人呢 在水裡頭啊 這裏 這個人呢 快很多 跑到那去救起了 用他們兩個金屬 一把呢 把艾美聯救起來 趕緊 用射水呢 很快 就回到這個 呃 那個 飛船 呃 白海舟飛船 那麼 那個門還是打開的 趕緊呢 這個 就把 他呢 就送進了這個門 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候呢 巨浪來了 嘩 就把這個 這個艾美聯就 衝進了這個 呃 飛船裡 但是呢 這個 就 因為 他不是讓他先走嗎 啊 他也是發揮 Lady First的精神吧 啊 那麼 結果呢 他自己呢 就被 呃 淹沒在巨浪裡 犧牲了 那麼 最後 他們呢 呃 這個 飛船又進了水 又去排水排 排了大概有一個鐘頭 那麼 一共這個 來回的行程 就是幾個小時 啊 然後呢 就趕緊排完水 就飛起來了 又回到 停在巨浪星上空的 那個 永恆號 空間站 回來一看啊 啊 那個 發現這個 黑人已經老了 二十三歲了 啊 那麼一算的話呢 在巨浪星的一小時 相當於在這個 飛船上的 那個 空間站 因為他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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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於 空間站的 七年 他已經老了 二十三歲多了 然後 那黑人跟他們說 這個 這個 在一二十三年裡啊 你們兩個 那個 家人都已經 拍賣過好多視頻了 趕緊看吧 那麼 這個 庫本看視頻的時候呢 看到了 有他的那個 兒子的視頻 兒子也結婚了等等 還呢 有這個 這個 這個 自己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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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視頻 唯獨就沒有女兒的視頻 因為女兒已經生氣 不肯給這個 夫妻呢 發視頻 終於 最後一個視頻是女兒的 結果這個 這個女兒呢 呃 這個 在那個 自己 三十 三十五歲生日的時候呢 給父親 發了一個視頻 那個女兒說啊 這個 呃 我現在三十五歲 正好跟你呢 同齡了 可惜呢 你現在呢 還沒有回來 這個 父親看到這個情況 呃 啊 白膽交集 啊 嗯 那麼 下面呢 我們又回到這個 科普幫人做解釋 首先 我們說 這個巨浪星 為什麼有這麼強烈的巨浪 那關鍵呢 就是 它 靠著這個 黑洞呢 非常之近 那麼 為什麼呢 靠黑洞近就是巨浪呢 我們這裡呢 有一個 潮溪效應 啊 這個潮溪效應 為了好懂啊 我先講啊 我們地球上的 潮溪效應 本來 潮溪效應 這個名稱 就是地球的一個 自然現象 就是比如說呢 在海邊 比如你在青島 你一天可以看見呢 海水啊 兩度漲潮 一漲潮呢 海水面也寫得很高 兩度退潮 水面相當地低 啊 這個 這叫潮溪效應 但是什麼道理呢 我 用一個很簡單的辦法 讓你啊 懂得大體明白這個道理 現在假如 呃 現在不談潮溪本身 我們就靠地地面上空 有一個啊 啊 電梯 它的軟繩被切斷 所以才以重力加速度G 這樣自由下落啊 啊 那麼假定一開始的時候 用八個自由的小球 所謂自由就是 除了重力以外 不受任何力啊 啊 那麼用八個自由小球呢 在樹枕面上呢 呢 排上了一個球形的花樣 那麼 那麼 而且更巧就是 一二球的連線 也延長線 正好握地心 那麼 你現在看 一球比二球呢 靠地心呢 更近 哪怕一定點啊 它也是近 因為地球已經沒長 是不近 你知道嗎 那麼 那麼 所以它受到的重力加速度 就比它呢 大一點兒 於是呢 它呢 很粗的說法說它走得快 它走得慢一點 最後呢 下落一段時間之後呢 那麼 這個 圓中的花樣 就變成一個裸形的花樣 這個是不難理解的 就因為 地球比那條 這個 這個 那麼 為什麼叫做 潮溪效應呢 就是因為潮溪的原因跟它很像 只不過呢 是這樣的 我們呢 地球 假定我們想像有 一層還是 綠色的還是 覆蓋著這個地面 然後呢 這個 充當這個 在這個圖裡是 地面這個 提供外部引力的 那個引力長遠 是地球 但是在這兒呢 是葉球 這個潮溪效應 地面 地球上 的潮溪效應 來自兩個引力 一個是月球引力 一個太陽的引力 但是分析表明 主要的作用 是月球的作用 我們就熱去太陽 就談月球 這個月球 起的作用 充當於這個地球 所起的作用 那麼 嗯 現在 假如說 就由於有 這個 你這個 還是面上的點 都算是自由去點的話 那麼 由於 這你有求求在 這兩個地方 所以這個 數值方向呢 這個 這個呢 就比較長 那麼 這個就比較多 那麼 也就是說呢 A點 假如A點就是 青島的話 那麼 此刻 青島的此刻 就會覺得 是長潮了 但是 地球是轉的 轉了 四分之一天之後呢 這個青島 A點呢 走到這兒 轉到這兒 那他們就是 退潮了 然後再轉 轉到B點呢 就相當於這個圖 現在是 AB跟這AB正反 A點在這兒 青島 青島又說 你看這個地方呢 又長潮 完了到這兒 退潮 所以呢 兩度長潮 兩度退潮 那麼本地上呢 都是因為這個 經理場呢 有這個不至於性 造成的長期協議 那麼現在呢 到了巨浪星的那個棒浪 其實也是一種 漲潮的效應 而那個充當提供引力的 那個引力源呢 到了這個巨浪星來說呢 引力源就是 那一個 大黑動自己 你看 一個人呢 他那個 被長期效益 會被拉長 沒時間熄開 那麼這個呢 就是這個 大黑動啊 周圍這個巨浪星啊 這個是 受到很強的長期效應 這個就解決了 為什麼有這個巨浪星 第二個問題呢 是很多人問 而且 一般人都不信 覺得這裏是 胡來 他們 這個 有不少 對於電影也有 吐槽的人嘛 啊 這麼說 胡鬧 哪有這個 胡帥啊 這個 巨浪星 一小时的武會 等於第17年呢 這個 說實在的 剛才說那個 後台科學故文 這個人呢 他們 一開始 也 非常懷疑 於是 跟編導提出來 說你這能不能改的 那個 抗譜一點 這太不抗譜了 沒想到編導非常硬 說在這個問題上 是劇情需要 沒有 討價玩價的餘地 這個後台科有不穩 你看 東大牛 人家很謙虛 人家就說 那好 我回去再算一算 他說 估計不行 完了就算 回去一算 他竟然發現 你只要樣樣都去插邊的值 那就正好可以 但是那個插邊插得非常厲害 那麼對不對 還是對的 插邊求不有意識好求嗎 這個叫做插邊物理學 怎麼講呢 根本來說就是因為 黑洞附近呢 有很強的引力強 那麼就 裝慢效應 但是它能慢到這個程度嗎 那就用插邊的要求了 為此就需要用兩個插邊 第一 巨浪星要在最接近世界的圓中軌道上 黑洞 周圍有個世界對吧 這個世界啊 外面有一圈一圈的圓中軌道 你可以在哪個圈中軌道 都可以 但是呢 這個黑洞呢 這個巨浪星呢 為了達到這兩個插邊 它是最靠近這個世界 那麼最靠近世界 但是有的圓中軌道 就剛才這個圖吧 這個圖 這個圖 這個就是最靠近世界的 這麼一個圓中軌道 這是第一個插邊 第二個插邊是更遠 那就是要求你這個黑洞 它是能轉的 要求這個黑洞轉的最大的角速度來轉 那個角速度 我們記得 Omega 第二種的黑洞 要非常接近極限轉速 Omega極限 什麼叫Omega極限呢 就一個黑洞 它是可以伸展的 你可以讓它轉速帶大 但是有個極限 不能超過這個極限 超過極限它根本就不是黑洞 所以說有個極限轉速 那麼為了達到這個數 這個黑洞的真正轉速 跟這個極限轉速幾乎一樣 但是還得比極限轉速小一點 那麼就用極限轉速 減黑洞轉速 減完以後再除以極限轉速 這個叫做相對誤差 那個相對誤差裡面多可怕 十到負十四次方 那簡直就是說 就大不大了 極限轉速 還得比極限轉速 就真的 有科學根底 猜減這個東西 下一個就說了 黑洞它不是黑洞咯 怎麼電影裡看 黑洞那麼亮 非常亮 那麼我們說呢 原因是這樣 有兩天 第一天就是西提法 它是對於這一個亮 亮滑 那個原因就是 你這個黑洞不是 一方面有很強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不是在高速的轉動 那麼外面各種物質物體都要往下掉 因為那個黑洞在轉動 就好比呀 使得中圍呀 那個氣體呀 就像受到龍捲風吹的那樣 就這麼去滴落轉了 所以外面的所有物質物體 就圍著這個黑洞就這麼去轉 那麼一邊轉呢 一邊相處摩擦風轉呢 也會發熱 溫度很高 所以呢 也發光 那麼整個這個東西 一邊轉一邊往下掉 但是不斷地有這個東西 那麼這個就叫吸金盤 這個高速轉動的黑洞周圍都有吸金盤 就很像那個土星的那個土星環那樣 這是一個量 第二個量就是這個量的 那麼這個量呢 是引力透鏡的弱 那個它是來自於啊 背後橫行的光 不是黑洞發的光 是背後橫行的光 引力透鏡當然呢 說起來呢 會比較囉嗦 但是我們科普呢 用一種最簡單的辦法說一下 啊 比如說這是地球 那邊呢 是個橫行 假如中間沒有黑洞 那麼橫行發來的話 就算到地球 我們就看見這個橫行了 但是 假如這裡有一個黑洞 那麼這個黑洞的存在 使得呢 這個 有個 廣益相對 就是引力很強 有個 在引力場中啊 這個 光線呢 是要有曲線的 我們為了簡單呢 我們就說它 一直都走曲線 直到靠近黑洞附近 實際早就開始彎 我們就說 直到這兒 哎 走曲線就彎彎過來 那麼那些也都是一樣 所以最後呢 就像啊 這個黑洞呢 像一個透鏡一樣 一個突透鏡一樣 它就把那些 呃 這些所謂的光線呢 啊 就那個集中到啊 這個 地球上 那麼 所以我們地球人 去看這個黑洞呢 會看見周圍有一圈 那是亮的 那就是這一圈 啊 這個結束完了 那麼下面那個呢 啊 我們就要講 嗯 講一下 女兒莫菲了 那 這個莫菲呢 這個 一年年長大 那個 因為庫珀他們 在那兒 年齡長得很長很長 可是他呢 已經長到四十歲了 他這個不是很聰明嗎 最後呢 就學了理論物理學 就是專門跟那個 President Brown 去做那個 主要的 第一助手 那麼 呃 他也跟President Brown 一樣 想克服的一個難題 就是 如何能把 地球 那麼多人 都帶離地球呢 他同樣的 也缺乏那個 量子數據 算了半天了 也是解決不了 那麼 然後我們再回到 剛才 他們 那個 飛船 都是 這個 最後 回到 那個 永恆號 這個 空間站 那麼 這個 巨浪星 就已經是 說你走過了 唉 這個 犧牲的一位 那麼剩下呢 就應該去 這個 冰度星了 冰度星的故事 跟這個 關係不大 我得接回去 那個 簡單說 就是 獨動星 其獨動星的勇士 非常自私 他企圖呢 剝奪那個 獨佔那個 生活資料 最後呢 就想把 那個 庫格爾弄死 最後 庫格爾這個 陽性差點都沒有了 那麼 這個 墨費 那個 艾米爾 那個 艾米爾呢 就 開著飛船呢 去救了 這個 那個 而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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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蛋 那個壞蛋 那個壞蛋 就是吧 那個 最後自己呢 也死了 把那個 永文化的空間站 也撞碎了 兩個半位的 藏区 還有那個 黑呢 也在 牺牲了 那麼最後 就說到 這個空間站呢 雖然藏区 還是能飛的 裡面住上兩個 或者真兩個 就是 男女主角 庫格爾和艾米爾 那麼這個時候呢 這個 艾米爾做過 庫格爾 說那我們 現在 英雄星呢 已經打到一番就過了 啊 最後我們還得去愛之星吧 這個第三顆星呢 那麼這個 庫格爾 他心理勇士 啊 他知道呢 這個 在 進入中 他已經了解到 去那個 呃 愛之星的那個勇士 叫做 啊 艾米爾斯 這個勇士 他其實就是 艾米爾爾的 烈人 啊 呃 男朋友 那麼 當時呢 呃 庫格爾最清楚 就是 現在 這個空間站 剩下的 楊艾爾 啊 已經 很難飛到 這個 艾之星了 那麼如果 在這兩個人 就更難飛 呃 他就要成全呢 這個 雖然他跟這個 呃 跟艾米爾在 里程中啊 已經結成了 很好的戰鬥友誼 但是呢 他是非常 啊 非常善良的人 他呢 還要成全 這一個戀人 他就 就燃料不夠 飛不過去 怎麼辦 他就跟那個 艾米爾說 只能這樣 就是我們現在 要利用啊 黑洞的 那個 重力 我們讓這個 很好啊 不斷呢 掉到 黑洞 當然了 這個黑洞世界以外 呢 不然進階日出不來了 啊 掉到黑洞 世界以外 不遠處 然後呢 我 派了兩艘飛船 第一艘 再轉那個 機械人 他 命令他 就 掉進黑洞 到了黑洞的 起點呢 取到那個 量子數據 那麼 大家就問 黑洞沒有進 無出嗎 取到也沒有 怎麼送出來呢 後面還有戲 這個 物理學 還有一個分支 是管的 讓他回來的 那當然在說 那麼 這是一條飛船 第二條飛船 這個空洞呢 由自我犧牲 說 我呢 也 開一條飛船 啊 也掉進黑洞 兩個飛船 在世界外 也不遠處 啊 離開空間站 掉進黑洞 這樣會 呃 利用一種所謂 引力彈弓效應 啊 這個效應 我們沒有時間去講 其實呢 已經複雜了 利用這個引力彈弓效應 就可以呢 藉助於黑洞的那個 能量啊 就能讓呢 世界外的 突然處那個 銀行號空間站 不就帶著 還有一個機器人嗎 啊 讓他們 就可以被啊 這個 彈弓啊 呃 效應給他 彈過去 就是彈到 愛之心啊 啊 這種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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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種旋的情況 那麼當然這個 一聽這個計劃 就不答應了 你哪能夠犧牲自己啊 那自己掉進去 可是庫北已經啊 沒話說 就是 已經開中飛船了 那麼 也不說飛船 啊 就 掉進去 那麼所以呢 這個 庫北最後呢 是掉進了飛船的 但是後來 竟然要回家了 這怎麼回事兒 很多人呢 看不太懂 就問庫北 我也會能從飛船出來 並且回家 那個答案呢 就是 它到了起點 很近的地方 竟然進入了一個超立方體 叫做 Tetherrack 超立方體 那麼這個超立方體 也是這個 這個超自然的生命體 為了拯救人類啊 放在那個專門 和庫北 那麼 到底 什麼叫做超立方體呢 那這裏呢 我剛才說 還是 布里斯還有一個更新的理論 叫做 Super Stream Theory 超弦理論 這個超弦理論呢 是說呢 實際上這個宇宙啊 它是 不是四維時空 本來我們的三維空間 加一維 實際上是四維時空嘛 它說呢 其實宇宙是高維的時空 那麼有好幾個版本 為了拍電影呢 就用最簡單的一個版本 就是五維時空 就比啊 這個四維時空 多一個空間為 相當於一維時間 四維空間 注意四維空間啊 那麼 如果三維空間 我們可以有個立方體 之外 我們可以有一個立方體 但是 四維空間 裡面呢 就可以有一個超立方體 就是四維的立方體 哇 這個好學呢 那麼什麼事啊 超立方體 現在 我們有一種很淺妙的辦法 幫助你啊 這個 理解超立方體 只要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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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en to me carefully 啊 那你就可以啊 聽得懂 你真的能聽懂啊 非常有意思 啊 首先 一個點 啊 然後把它一拉開 就一條直線 這個直線 就有兩個端點 邊界點 再把直線再一掃開呢 就成了一個平面 這個平面呢 那邊界呢 有四條邊界線 然後呢 這個平面再掃開呢 就掃出一個立方體 啊 那麼 立方體有幾個邊界面呢 六個邊界面 這不是很清楚啊 你們要說玩過傻子刀啊 啊 我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為什麼現在能更漂亮的一個將具啊 我原來就是我的道具 模式道具 啊 現在正好在用這 啊 那麼這個 嗯 立方體 有六個邊界面 大家看看這個規律啊 我倒著說啊 立方體是三圍的 有幾個邊界面 六個 平面是兩圍的 有幾個邊界線 四個 六四啊 直線是一圍的 有幾個邊界點 二 六 四 二 點 是幾圍的 我們不妨說它是零圍的 對吧 你一拉開就一圍嘛 它就是零圍的 它就有零個邊界點 啊 你看 零個 兩個 四個 六個 那想一想呢 以此類推 大概就能相信啊 如果超立方體 應該 超立方體是所謂的啊 表現不出來 但是你應該能想到 它也有邊界吧 我先說 立方體的邊界是邊界什麼 面 邊界面 這個邊界 這個邊界本身就是三圍就是體的啊 那麼現在到底怎麼表現這四圍超立方體呢 用高招啊 這種立方體的表現 這種立方體的表現是一般人都毀的 叫做三圍表現 現在我們想一高招 我們用兩圍 就這張曲面啊 我們來表現立方體 做得到嗎 做得到 對 這個相當於你們呢 相當於你們看這個骰子 等他 一 一 你們看見的正面只有一對吧 然後呢 旁邊的 二 五 三 四 是不是這個圖 三 四 二 五 對吧 很清楚嗎 那個六你看得見嗎 看不見了 又在明面 那麼你可以想像 你不會說 哎呀這個地方 你只有五個邊界面 你都能想像出 第六個邊界面是這個 對吧 明白吧 哎 這個好懂嗎 懂你講 我用兩圍能表現三圍立方體 那我現在模仿它 我用三圍的圖 三圍圖 你用那個 就是 美術家的這個透視畫法 那我就可以呢 用三圍圖呢 表現四圍超立方體 怎麼表現 就這個圖 這個圖 這個圖 啊 那個 你能看見的 跟這個 這個意識第一邊界面 那麼 到這兒應該跟它對應 有個第一邊界體 對吧 三圍的 是哪一塊 小的 這個 你看 你看 顏色不也像嗎 小的 然後呢 跟二對應的是哪個 這個是哪個啊 是這麼一個 三圍立方體 明白嗎 你不妨啊 這麼想像 我先說完 二是這個 五 是哪個啊 想出來嗎 那個啊 這是發露蜜 很清楚啊 那麼啊 你現在就可以推理了 你這個 一這個立方體啊 你這個一這個立方體啊 我就不寫歌 那麼 還有上下這一段面 使不往上就發展出這個邊界體來 啊 下面是這個邊界體 那你想啊 六個邊界 那你想啊 這個已經發展出一對 前後兩對 上下三對 三對就是六個邊界體了吧 應該是八個 對嗎 那麼你中間那個一也是一個啊 就七個了吧 第八個在哪 最大那一個嘛 跟剛才那個類似嘛 對不對 你看 這樣我們就懂了 超立方體我們也能表現出來了 啊 啊 用這個觀點 那麼 事實上呢 這個庫克爾呢 啊 他就是這個 掉進了超立方體去了 啊 那麼這個超立方體 他只能 因為他是人啊 他只能生活在三圍的東西 所以呢 啊 他呢 就在這麼一個邊界體裡 啊 那麼 指裡邊的那個東西啊 那是屬於這個第四位空間 是超空間 那人是吃不了的 那麼然後他就掉進這個邊界 邊界體裡了啊 啊 他 為什麼又能回到家裡呢 啊 那是因為這樣的啊 啊 我用這個指面帶著我們的宇宙 那麼 地球在這兒 黑洞在這兒 剛才講的 離多遠啊 一百億個光源 但是 根據剛才說的 Super Stream Theory 就是超弦理論 啊 這個 這個 因為不論在這個黑洞裡邊的那個 那個 超立方體裡面 超立方體 它就可以 離開了這個三圍宇宙 因為它的四圍呢 離開這個三圍宇宙 跑到那個超空間去啊 啊 剛才說 就罵也沒有 現在實際多了 包括還有 有雷 還有這個 超立方體 它就跑到這上面去 那麼 一跑出去 就很棒 為什麼呢 嘿 只要一離開這個 宇宙 三圍空間的宇宙 跑到 第四圍去 根據這個 這個 Stream Theory 這個行動 是有計算的 就能算出來 你在宇宙裡面 我們總是一百億光年 可是呢 在那個超空間左 八光分 八光分什麼概念 正啊 就是太神的地球 就是距離 八光分 那麼 所以這個 庫普啊 它的 坐在超立方體 超立方體自己 就能飛上去 然後呢 當然它坐的 比光要慢 那也十幾分鐘 幾十分鐘了不起了 它不就飛到 那個 這個地球的頂上 完了再降落 一降落 一降落下來 啊 那個畫圖就是這樣 的 正常飛不來 啊 這個無非是 畫一些廉物東西的 是有很多的星星 那種啊 跟大小道理呀 它就 載著它 他 立方體 載著庫本 就好了 回家去了 這個 這個就是它 農村的那個 這個家 那麼 呃 現在為了那個 好表現 我們用壓縮 表以為 所以這個 超立方體呢 現在就成了 立方體 明白嗎 本來四圍的 就變成三圍了 那麼 那麼 這個 邊界體呢 現在就變成邊界面了 庫本呢 就沒有厚薄了 啊 變成一個 奧美人了 藏在這個邊界面裡 然後呢 它這個 就變成那麼淺 就是 那個邊界面呢 就正好呢 就緊貼著 女兒的臥室 啊 這麼一個狀態 那麼 這個 庫本 它呢 是可以看見 女兒的 因為女兒啊 發出的光呢 除了這麼多女兒 還可以這麼 彎彎 這麼彎彎 所以 可以看見 女兒 但是 啊 女兒 是看不見 庫本呢 這個是 為什麼 這個就是要講呢 這個 呃 編導他們呢 雖然是藝術家 但是他們呢 也要學一些物理 他們知道 看一個 科幻片的話呢 它需要啊 明確你的 到底根據什麼物理語 因為現在的物理學呢 還那個 那個 沒有完全 發展完畢 那個 有一個 廣義相對論 進來有一個 量子理論 他們兩個要結合 成為一個 量子引力論 這個是 多少 最大的科學家 追求的目標 一直有進展 但至今還沒有搞成 啊 那麼 這一點 物理的這樣一個 一個真實情況 在電影裡 就體現為啊 這個 professor 後來是這個 莫菲啊 他們 就 由於缺少量子數據 永遠不能把人 那麼多人帶離地球 這個 電影就反映這一點 就是 廣義相對論 必須跟量子力學 相融洽結合 成為一個量子理論 目前 有很大進展 還沒完成 那麼 於是 你 編導的時候呢 你就要約定 也就是說 有幾個可能的 物理的版本 現在不知道 哪個一定是對的 那麼 你就約好一個 你就審到 那麼 他們 這樣編導呢 他就審這麼一個版本 這版本有兩條教條 是必須遵守的 啊 他不會在電影裡告訴你 我有這麼兩條啊 但是呢 他說電影的那個表現 讓你感覺到 他是說這兩條啊 具備的 第一條 簡單說就是 人 物 信息等等 都不能立著時間 向過去傳播 那麼根據這一條 那我們就能解釋 啊 為什麼女兒看不見 库佩爾呢 如果看得見 就意味著 库佩爾所發的光 就是信息 能夠啊 傳給十歲時候的那個女兒 那不就 逆著時間 往過去傳播嗎 違反這一條 所以 啊 是不允許的 啊 那麼啊 啊 這個 第二條呢 啊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呢 剛才說什麼 人和物和信息等等 啊 不能立著時間傳播 啊 其實也包含著 不能在超空間裡 傳播和運動 所以這個库佩爾這個人 他不能到中間那個地方 中間那一塊就是超空間了啊 啊 那個 他不 這個不能在超空間裡 但是 引力 例外 引力 例外 這件事情 不是新鮮帥 根據廣義相對論 啊 埃斯蘭早就說 引力啊 就是 非常例外的一種 所謂利 例外到什麼程度 大家不聽懂 但是你可以啊 聽人有個印象 引力 例外到什麼程度 例外到 引力 根本就 不是利 引力 引力 說了萬天 它不是利 是什麼呢 它是時空的一種 彎曲 一種曲率 這個太難懂了 你就不要管了 總之引力 非常例外 那麼 所以編導的第二條 說呀 它是靠那個引力 例外論 它是說 唯獨引力 可以呢 在這超空間裡傳播 這條呢 馬上就起作用了 好 現在呢 就說 這個庫本 它自己呢 就在這麼一個三圍的 這個邊界體裡頭 那麼具體當電影呢 這個就是那個庫本 那麼那個牆呢 那邊的話 就應該是長龍間了 它是過不去的 但是這個時候的庫本 它極度的後悔 就當初沒聽女兒聲告 跑下去 所謂拯救人類 到最後 什麼結果也沒有啊 量子數據也沒出來 這個拯救不了人類 反 而且我們全家都分裂了 那個聽說那個女兒呢 就是現在吃飯 因為農作物越來越少 吃飯都緊張了 那麼 這個 她很傷心 她就後悔 她就希望啊 這個 告訴我 當年的女兒 讓女兒 拉著自己 別走 那麼於是呢 她沒辦法 她就去 她沒辦法 她只能呢 就靠那個敲牆 那個敲牆 這個牆是 物質有這樣的 被一敲的時候呢 一戰鬥 就能發引力波 注意啊 擦邊目的是 是不管你牆還落油 就行了 那麼就這點引力波呢 這個波就能夠 不是引力可以在超空間裡傳播 這一塊是超空間啊 就傳到女兒的臥室裡了 那麼第一次呢 就把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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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模型啊 這個那個這個這個這個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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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就能震到地上了 但是呢 這個女兒呢 結果有沒有發現什麼 有沒起作用 都沒有 再一着急 再一著急呢 她這回呢 她想這樣 女兒懂得摩斯馬 對吧 我现在用模式码来编信息 请一下自己喊S T A Y 结果那边也是传过去 那个书就纷纷地掉下来 那个掉的办法是体现了S T A Y 这后不是被女儿破译了吗 但是女儿是破译了 拦着她不走 可是当年的她非懂可爱 自己特别恨自己 就骂自己 说You idiot 什么意思 就是你这个笨蛋 你这个白痴 然后就说呢 都给你狗 别让我走 等等吧 反正说了一些这样的话 那个科学女儿呢 都听不见了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 她竟然听见那个机器人TAS的声音 那个TAS呢 不是被派去黑洞的 这个起点的持量子数据吗 真取来了 也做着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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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立方体也回来了 现在就跟她说话了 就说Coopers我已经取得了量子数据 但是我没有办法通过超空间 全地给人类啊 那么Coopers说 那我想办法 你把数据给我啊 而且你把数据呢 也编成了摩斯电脑 最后呢 她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用女儿的手表啊 把这个量子数据啊 通过摩斯玛呢 就编成了 就是让那个手表的那个秒针呢 能够这样这样缠络 这个缠络就是摩斯玛也是 点杠杠点嘛 它就也可以这么体现 那个从电视上你可以看见那个 平常你看那秒针都这么转了 什么 但是她这个 都那么白 那就是 这个东西 就这个秒针动 轻轻的 振动 它也能放 尹力波啊 尹力波呢 也是通过超空间呢 就传给了女儿了 所以女儿就收到了 不过我想 先暂停一下 说一下这个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 那个就是呢 她刚才不会一直都后悔嘛 所以就让女儿把自己留住啊 Don't let me go make him stay make him stay make him stay 你看她 stay 但是她当年的自己都不听嘛 那时候很后悔 后来啊 她都拿到了量子数据 而且通过手表啊 可以传给女儿 她知道现在地球人有救了 她刚才不后悔嘛 现在就不后悔啊 不但不后悔 而且就想 那她为什么能这样呢 那就因为我啊 曾经当时找到了那个地址 那个 才找到这个教授 完了教授派我去的嘛 所以她呢 又让那个TAS 给她一套啊 这个那个 NASA的那个 地下工作站的那个地址 而且呢 嗯 还说一句 In binary 什么意思啊 就是用奥金针 啊 这都是TAS 这个机器人给她编好 那她呢 就用那个手啊 就利用啊 那天 风霞报 那个第三次这个 这个 一个异常 另外 那么她用手啊 就发这个 信息 最后呢 就能让那些沙尘 在地面上排成错落有致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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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花样啊 那么 就等于她呢 现在 又帮自己当年呢 去 去完成任务了 就这样 那么好 下面再回想看看那个 她那个 这个缅真那么一震啊 那个时候呢 妹夫呢 就是 莫菲啊 已经什么状态呢 就是他们所带的地方啊 已经吃不上饭了 那个 就得跑到别的地方吃 那个丈夫呢 开车车 就喊着她 你快下楼 我们要开车走了 那么这个女儿呢 她呢 那 领头要收拾的东西呢 一看书架上 放在那块手表 拿起来一看 哎呦 这个 人竟然能这么差呢 就 她知道 哦 那个幽灵就是我爸 啊 她现在给我发 行不行了 啊 赶紧就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以后 就不走了 赶紧到工作大楼去啊 就给她 那个赶紧翻译 最后呢 就真的就 因为有量子数据了呢 原则上呢 就解决了 把这么多人带离地球的问题 最后呢 就真正解决了 最后呢 就变成一个空间 就让那空间站带着 很多的地球人呢 就那个 啊 生 离开地球 先呢 在这个 中心附近呢 这个 停泊 在空间 那么停留 整个的空间站里面呢 就跟一个 呃 城市一样 什么都有 应激权 还也有那个 人的能力啊 等等 那么再说这个 呃 库佩尔呢 他在干完这件事以后吧 呃 呃 那个 也是这个 超智慧的生命体育 呃 超自然的 呃 呃 生命体育 那个帮助他 就把他呢 就 从那个 把他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体啊 就离开了他的家 就 送到那个 呃 土星附近 就给他扔出来了 他自己就飘到土星附近 但是他那个氧气呢 只够几分钟了 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呢 那个 那个 刚才说那个 空间站 的那个 工作人员 空间站不也在土星附近吗 那个工作人员呢 就出来呢 这个 发现呢 有这么一个人 氧气快不够了 赶紧的 就回去 呃 这个一吸氧 就醒来了 醒来 有人一看 呃 我在哪儿啊 那么那个工作人员说 这个 Mr. Cooper 这个你现在呢 是在这个安全的地方 你要注意你下床都要慢一点 你今年已经按地球来算 你已经是124岁了 但是他呢 你跟他临走的时候 差不多三五岁的样子 那么 我呢 呃 他还问我在哪儿呢 那个工作人员告诉他 你现在呢 就到了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Coopers Station 啊 Coopers空间站 那么 他呢 就说 谢谢你们 用我的名字起名 工作人员说 哦 不 Coopers是你的女儿 Mr. Cooper 啊 那当然这个父亲照样高兴啊 啊 那么就问这个 Mr.还活着吗 啊 他们说 嗯 还活着 不过已经是这个 呃 94岁了啊 呃 这个 也很老了 那个 也很多病 现在呢 正在呢 呃 医院里西洋呢 Coopers说 你赶紧带我去 啊 最后呢 啊 这个母女见面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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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 嗯 这个 呃 呃 呃 聊了几句以后啊 这个不惨了 关键的一句就是 这个 这个女儿就问 呃 就说了 说你看呢 我已经是 呃 那个 快死的人了 呃 呃 父亲看着自己女儿离职呢 是会非常伤心的 所以我不想让你在这儿 你看看我周围已经都儿孙满堂了 Coopers进去的时候 一大堆的人都不认识他啊 啊 那么于是呢 这个 呃 说你还是啊 呃 离开吧 嗯 别看我死了 那么就Coopers就说 我这人生意不熟的 我上哪去啊 哈哈 这女儿就说 G的女儿怎么知道的 这个电影里好像没交代 我看了 具体看出来 咱女儿就说啊 你去找 Emily儿 就是那个教授之女啊 Emily儿 那个原来的情况是什么呢 在电影里交代了一下 就是Emily儿 不会在那个 呼呼的帮助下 那个 空间站 飞到了爱之星了吗 那么 本来是应该跟她那个恋人呢 就可以 就可以在一起了 但是呢 到了以后发现了 她爱人呢 已经死了 她的恋人 已经死了 那一个人呢 很孤独也很伤心 那么所以 女儿呢 就让她 你去找Emily儿吧 你们本 那个 潜台词就是 你本来也有很好的用意啊 你们现在可以啊 结伴了啊 那么 那么 所以呢 所以呢 那个星呢 叫做暗居星了 嗯 然后呢 Cooper 他要想去呢 他说容易 他去到那座飞船 要怎么办呢 他就跑到那个 外边呢 啊 竟然呢 呃 有一个开飞船的人 下 下来好像是 买饮料还是什么 他 就跑到这就开走了 他不是 搞的 就偷了一下飞船 开走了 那么 这个飞船 飞在奔向爱之星的路上 电影就结束了 我这个讲座也结束了 谢谢大家 呃 大家提 欢迎大家提问 因为是那个 任老师今天这个邮件 大家就 回答 一两个问题吧 好吧 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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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得把人拉出来呢? 这种问题是很难说的很清楚的 因为你原则上我不敢说 绝对不可能 但是呢 你涉及很多很具体的问题 我只能很一般的冲向的给你的答案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现在就是 对我了解 黑洞 了解应该黑洞的话 就是把那个黑洞的图灰 带去那个安西兰场合成里面 解出来 肯定是会出现奇异物质的 不是奇异物质的 不是黑洞 是那个虫洞 哦 你说虫洞 对对对 那对了 就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个奇异物质的 不可能 如果没有奇异物质的话 那你就 这个虫洞是不可穿越的 那就是说 那里面如果是没有那个外星 那个什么 当围生物帮助的 的话那 那就肯定是死光光了 没错 所以说了 完全是那个 那个超自然的生命体 帮的防疫器的作用 你这问题很好 你啊 你还是 在学生体上关系 种种的东西的 啊 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 刚刚说那个 那个领域波 嗯 就是 我先不管 就是 不管领域 能不能是 超越这个 这个维度 能够反播吧 如果可以的话 那 嗯 你说这个 不能把信息 传播到过去 但是我 尹利波如果也是 能够携带信息的话 这不就是 这项矛盾吗 呃 这个 这个尹利波啊 啊 它只能是 作为一种尹利波 本身呢 那个 它可以去 呃 起作用 但是呢 它不能携带任何 啊 其他的信息 就是说 这个电影 其实 它是默认了 这样的 规定的 比如说 那个 它通过这个 尹利波还带什么 说话什么的 啊 那个呢 是不能过去的 这是啊 我的理解 就是所谓有没有用的信息 这是人为定义的嘛 其实 但是如果尹利波 能够传输的话 那肯定就是有办法 协带信息哦 那所以 就是 啊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我 我不需要 那种啊 持续保护猜想 我也是 就是不需要这个猜想 不然 也是 就是默认这个前提 是错误的 那就可以嘛 就是我不需要 一定要 不能够回到过去 这种说法 我听不很懂你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也默认了 反正那个信息传不到过去 是吧 就是 你一开始 如果是假设了 信息不能传过过去的 对 但是 用尹利波如果 又能够把信息传到过去 那就是相反的 对 所以说 那个第二条 跟第一条相结合啊 就意味着 那个尹利波呢 不能带着信息啊 往回传 这是我对那两条 我觉得你们其实是那个 不能破坏因果性 是不是 大概是这个意思 呃 不仅 不能破坏因果性 在这儿我们可以说 一个这样的东西 谈到因果性很好 那个实际上呢 就是 有个时间机器这个问题 啊 那个 呃 就是 我这样就是 两个主动就有办法 护照时间机器啊 没错 我猜你呢 也是知道这个 所以我才讲 这个时间机器啊 这个时间机器啊 呃 比如说 我这个人啊 可以回 我 现在我是 呃 比如说我是八十岁 我回到我三十岁的时候 跟我自己啊 互相握手 说哈喽 哈喽 哈喽 那么这个呢 叫做时间机器 呃 有一点要非常明确的 就是 尽管这个 Kipson就是这个 呃 后台顾问呢 他是这个研究师 提出师 这个这个 呃 重动 能变成时间机器的这个 这个 这个 No.1的人 但是 在这部电影里啊 他是严格啊 遵守啊 这两条 那么也就是说呢 嗯 这个电影啊 是不允许 有时间机器的 这件事情是一定要明确的 那就是说呢 嗯 比如说 他就不可能啊 在 他尽管看到 当时的自己啊 拒绝了女儿的 这个玩意 啊 跑了 那 他想 嗯 挖住自己 比如说 如果有时间机器 他回去 他就 要躲着自己 那么 这个 根据那个 第一条 就是 不允许的 这个 要这个 别人明确 对对 但是这里其实 好 那个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先到这里 那个 年数已经比较大了 星期五 还有一次报告 你可以登那个时候 好吧 好 好 再次感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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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